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这样发愿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在这世缘当中 在生老病死苦当中 特别在病的当中 那病严重的时候 痛苦要厉害的时候 你早把佛忘了 光顾痛去了 你能相信佛给你除灾难吗 若有这个信心 把一切交给佛菩萨 那你有这个信心 你的病你不要管它 两种 一种寿命尽了死 死了你得生善地 你不会剁三徒的 绝不会剁三恶道 现在我们在座的佛弟子 受过三规五戒的 死了绝不会躲三恶道 这个信不要疑惑 坚信不移 生生世世向前进 但是你如果有发极乐世界的愿 在你临终时候 你发这个愿 但是你平常的训练 怎么个训练方法呢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将要睡眠 握住睡眠的时候 你要发愿 第一个 我把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合乎佛教的 增长我信心的 能对众生有利益的 我愿他增长 我今天做错了 心里想错的 说错话了 我向三宝忏悔 完了再入睡 你每天晚上一定要做到这个 白天哪 不能说我们做的都如法 我们连信位还没入 还没正道出住 一天的不要拖延 当天忏悔 当天发愿 他渐渐就增长了 你发愿长了 到时候要睡觉 似睡非睡 迷迷糊糊的就发了愿了 这个是我常有 但是不大清醒了 忘了 一下想起来了 赶紧发愿 但是以后就不忘了 你说这是假的 这比什么都真 比你吃饭穿衣都真 到你临命中时候 你可得到大利益了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这叫善用其心